这是女子男拳以及男刀项目中的男拳 第一个进场的是马来西亚的黄祥林 大家可以稍微比较一下男拳跟长拳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在长拳的部分他们的表现比较飙逸比较潇洒 那腾痛动作也很多 那在男拳的部分呢 其实他就比较着重于上半身的动作 各位可以看到他的拳相当的快 而且变化也很多 而且加上了很多不同的桥形 那桥形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其实是只有在男派里面会出现的一个上肢的动作 所以像永春是不是就属于男派群 因为永春就是很多 对 它有很多的手上的动作 当然在所有的套路里面 都有他的相应的一些专门的要求 那男拳也不例外 各位在男拳里面可以看到一些比较特别的动作 比如说像挂拳 就是两个手臂 刚刚这个动作就是一个抛拳的动作 一个挂拳还有抛拳 以及呢这个五种不一样的步行 包括刚刚所说到的麒麟布 恒丁腿 这是黄祥林所带来的男拳 当然在这个项目呢 女子男拳已经男刀 是要合并计算 所以在今天呢 先进行的是男拳项目 他们在第二比赛日进行的是男刀 所以参加这个项目的选手呢 要以两项的得分 加总之后才是他的总得分 我们看到这个选手 其实 从女子的这个套路里面 我们可以发现 女生他们在这个 不管是爆发力 或者弹跳力来讲的话 其实也都越来越要求 而且大家也都越来越好 甚至有一些女子的这个 弹跳力会比男生更好 他的动作质量分是4.80